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加拿大的惊悚恐怖电影《鬼遮掩》 影片的刚开始讲述的是男主清醒过来 他用手枪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在医生的帮助下他终于承认了这个事实 而且男主已经被关在这里几年了 他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治疗 想来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医生就决定把他放回去 女主这一边也在筹划着自己的计划 她是一家物流公司的员工 她对一个正在拍卖的镜子非常感兴趣 女主是男主的姐姐 因为男主从精神病院出来 两个人终于相见了 在吃饭的时候女主兴奋的告诉男主 她找到了当初的那一面镜子 而两个人要遵守当初的承诺 第二天女主赶紧跑到公司的仓库里去看那一面镜子 她轻轻的抚摸着镜子 看着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然后女主就拜托人把镜子带回自己的家 男主和女主一起来到了曾经居住的房子 看着房子里的一切 这勾起了他俩的回忆 两个人一起把镜子搬回了房间里 女主在这里已经安装好了摄像头 男主看着很纳闷 而女主这时候道出了原因 原来当初男主一家四口搬到了这里 这个镜子也被他们摆到了房间里 女主在房间里浇花的时候竟然看到花枯萎了 她怀疑镜子有神奇的力量 这个镜子非常可怕 她已经害死过45个人了 而且每个人的死法都很怪异 无一不是自杀而死 而镜子来到了男主家里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首先是自己的父亲好像得了精神病 把自己的妻子给弄死了 而男主竟然也像发疯了一样 亲手用枪把自己的父亲打死了 女主怀疑镜子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她想要证明 自己的男主和父亲是没有精神病的 这都是镜子在作祟 而且镜子好像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所有想要摧毁她的人都会精神错乱 所以女主在房间里布置了很多东西 首先有摄像头记录一切 房子的顶部还有一个利器 在30分钟内 如果不手动解除的话 她就直接会砸向墙面 就会把镜子给打碎 如果姐弟俩真的受到威胁 被镜子控制导致精神错乱的话 这样无疑是加了一个保险 大大提高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画面一转回到了姐弟俩小时候 父亲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发疯了 他无缘无故的啃掉了自己的手指甲 而且家里的狗狗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死掉了 而男主在这个时候也想劝女主 不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他不想让自己的女主受到伤害 毕竟自己就剩下这么一个亲人了 可是女主根本就不愿意放弃 她想找到家里人出事的真正原因 姐弟俩这个时候跑到了那个放置镜子的房间 进去里面一看 摄像机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都放在了镜子前面 两个人查看了监控录像 原来他们在无疑之中 自己把照相机挪到了镜子前面 而这一切都证明 镜子开始控制他们俩了 女主在吃苹果的时候 在镜子的幻想中还以为自己是在吃一个灯泡 后来直接家里都停电了 幸亏女主机智 她另外准备的照明了灯 画面一转又回到了过去 母亲忽然发狂 看到姐弟俩就开始疯狂的袭击 父亲跑到家里看到母亲竟然这样做 直接就把母亲给困住了 她那个时候拨打了一个电话 可是没有想到竟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之后父亲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她把母亲关到了房子里 不允许姐弟俩去找母亲 女主这个时候捡起来碎玻璃片 她知道这是幻觉 可是回头一看竟然看到了发疯的母亲 她直接就把玻璃片插了过去 等到她退出幻境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伤害的人竟然是男朋友 女主一下子就崩溃了 可是这个时候电话响起来了 竟然是自己的男朋友打来的 自己的男朋友现在已经躺在了地上 而又有人打电话 其中一个肯定是镜子的幻觉 女主拿着手机照向了自己的男友 看到的是真实的 姐弟俩打算赶紧跑出去报警 可是回头一看竟然看到他们自己站在镜子前面 两个人不确定哪个才是真身 没有办法只得回去 镜子一直利用环境来保护自己 他们俩刚进去跑到镜子前 竟然又看到了母亲 画面一转又回到了过去 疯了的父亲抓住了母亲 正准备开枪 没想到又放了她 父亲反过来又开始追击姐弟俩 母亲生生地掐住女主的脖子 可是最后她还是有了一点意识 放过了女主 父亲这个时候出现打死了母亲 父亲又开始掐女主 而男主这个时候拿着手枪 看到女主痛苦的表情 父亲竟然也有了自己的意识 看到男主拿着手枪 父亲让姐弟俩赶紧跑 他直接搬了一下手枪 自杀了 被镜子杀死的鬼魂都来找姐弟俩 闹钟忽然响了 男主清醒了过来 可是他竟然没有发现女主 等到他走出去的时候 忽然发现女主站在镜子旁 机器发动 镜子没有毁掉 女主还是死了 而男主也被再次抓进了精神病院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佩服影片中女主的聪明才智 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